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這在一般的 如果財務的課程有談到Braycios formula 大概都會提到 那我這邊只是再提一下而已 畢竟你班上有些人是沒有學過財務的 沒有學過財經相關課程的 所以說有些東西也是稍微看一下會比較好 就是令CT給HT乘上FT HT of T跟ST 某一個函數HTX 事實上這個H是長這個樣子的 HTX呢 XnD1-K 1-RT-T ND2 抱歉還有一件事情 這裡的D1跟D2呢 跟我們定理24寫的D1跟D2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個小T要等於0 因為定理24寫的是一般的D1跟D2 對不對 可是我們這邊讓小T等於0 所以你要帶進去D1跟D2那地方小T等於0 所以有一點點不一樣 好 好 好 那 其中的D1呢 這個 就是 logx k d2 R減掉1 2分之1Sigma平方T減T 就變成這個樣 都一樣的東西啦 我只是把它寫成H來寫 因為我們要討論一些其中某一些參數改變的話 那用一般的函數來寫會好一點 因為你不能對S這樣子 你不可以直接對ST來計分 所以我們當然就用HTX這樣的東西來看 OK 那首先我們要先看一下這個函數 HTX這個函數有什麼性質 就是說這個函數的圖形會長什麼樣子 這個函數的圖形基本上可以用這樣來看 就是K假設在這裡的話 那歐式買權的圖形是X-K plus 對吧 這個當然這走是X H TX呢 大概是長這樣 對固定一個T來講 對固定一個T來講 這個圖形 HTX的圖形呢 大致上會是這樣子 我畫得太接近了 因為我要標一些東西出來 抱歉 本來應該是這麼接近啦 可是因為我要標一些東西出來 所以我不可以畫得這麼接近 你可以發覺 它的圖形就是HTX長這個樣子 黃色的部分 然後如果到了到期日的時候 你賺的錢應該是紅色這部分 好 那 那 在這一點呢 我們把它叫做At the money 好 好 這一部分叫Out of money 這裡叫In of money In the money 好 是個名詞而已啦 好 那 有關於這個解釋的話 應該是財務方面的 會比較清楚啦 我們這邊只是 跟你講一下這個圖形裡面 一些東西的含義啦 好 好 OK 那 重要的是底下這個 好 我說過 這個 黃色這部分的HTX 是 你現在的價格 對不對 你現在 這張選擇權應該是賣這麼多錢 價值這麼多 好 在時間小T的時候 價值這麼多 那 紅色的這個是什麼 你到期日 下大T的時候 你賺的錢 那你可以發覺 這兩個是不是有所謂的 落差 這個落差 一般來講 我們把它叫做 Time value Time value的意思 我想很明顯 因為你從時間小T到時間大T 你中間所 多賺的錢 或是賠的錢 好 OK 那當然它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 黃色部分 跟 紅色部分 這部分的 這個差別叫 Time value 好 那 Time value 當然你可以直接寫成個函數 嘛 好 這兩個差呢 你可以直接用函數來表示 假設K在這裡的話 可以發覺兩個差最大的地方是在K這一點 好 這個字叫Time value 兩個字之間的差 好 你可以發覺一件事情 Time value 對歐斯選擇的買權來講 Time value 一定大於0 這個東西 一定大於0 這個東西你可以利用 gensense equality來證 好 這個 我想我就不多寫了 這事實上只是利用gensense equality來證 這個我們在 第一章 還有第二章 有談過 單準利用gensense equality來證 這個Time value一定會大於0 好 歐斯選擇買權的Time value一定會大於0 好 OK 那這一節的最後呢 我們要談談幾個 當其中幾個變速變換的時候呢 這個HTX會怎麼改變 好 那這幾個變換的值呢 分別會用幾個希臘字母來表示 所以我們才把它叫Greek 它會分別用幾個希臘字母來表 例如說Delta Delta講的是說 H 對X的偏導數 也就是說X變化的時候 H的變化量 X是什麼 現在 時間T的時候 這張股票的價格 對不對 如果你現在在時間0的話 就是說X 就是說你現在的股票價格 好 那這個相處以後就代表的是說 你 現在股票價格變高的話 你的債券價格 不是債券 選擇的權價格 是會變高還是變低 我們想知道是這件事情 好 那H對X的偏導數呢 我想過程我就不要寫了 好不好 因為這個過程 寫這個過程 只是都是計算而已 單純計算 回去計算就好了 H對X的偏導數 H在這裡 這個東西對X的偏導數 會變成 N of D1 有人會覺得 這不是很好算嗎 看就出來了 裡面沒有其他地方有X 取偏導數就N of D1 事情沒那麼簡單 你注意一下 X 在D1 D2裡面有出現 這個答案 雖然是N of D1 可是 事實上 我把寫清楚一點好 它事實上應該是X乘上 N D1 減掉 N D2 剛好 後面這兩項 剛好消掉 只是剛好這兩項消掉 所以它這個值才會變成N D1 所以 注意一下這個值沒有那麼簡單 它等於N D1的話 你注意一下 N D1一定大來零嘛 CDF啊 CDF一定大來零啊 代表什麼 你現在股價升高的話 你這樣選擇權的價格也會升高 好 DELTA這個東西到時候在第 下一張 十二張 我們要談黑菌的時候 扮演一個 重要的角色 這身為所謂的DELTA黑菌 因為這財務裡面有重要的東西 是你怎麼去做避險嘛 避險的話呢 一個重要的策略 事實上是利用DELTA來做 稱為DELTA黑菌 這個東西 我們在十二張稍微提一下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知道說 HTX呢 事實上 對X來講是递增的 也就是說X越大呢 HTX這個值就越大 好 如果我們用圖形來畫的話 這個是DELTA 好 DELTA值最高只有1嘛 好 如果用圖形來畫的話 好 好 這個圖形呢 DELTA的圖形大概會是這個樣子 這是X 好 現在的價格越高 它的DELTA就越高 抱歉沒有畫得很好 應該 畫過來一點 好 它中間某一段幾乎是沿著某一條線走 好 那這是DELTA的圖形 再來是Gamma Gamma 二階大數 二階大數 就是我們想看看 這個H對 現在的價格是Compat還是Concave 或者說我們想看看DELTA呢 好 DELTA 對 X來講 是递增的递減 好 你事實上已經可以看出來DELTA是递增了 好 可是我們還是算一下 好 那 它的圖形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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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H是Convex 好 它的圖形必須分成三段來看 第一個 它是Out of Money 嗯 這個東西事實上是 就是DELTA Gamma這些東西事實上是很重要的東西啦 那可是因為 嗯 在這門課 嗯 目前就我們來講 好 我們用的事實上 不太多 好 在12章我用到DELTA跟Gamma 後面我們還記到幾個 那幾個大概不會用到 好 OK 那INERMONEY呢 嗯 可能這圖形可能畫的不是很準確 你們 如果有 財務方位書記網去看一下 那個圖形可能稍微 稍微準一點 好 AdMoney 好 這圖形給你們說一下參考用的 OK 那剩下幾個我們 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講 OK OK 好 然後還有其他 三個 好 例如說THETA 好 那THETA講的是 H 對T為分 好 H的T取偏導數 好 過程以後我就不寫了 好 那這個 你可以看出來 它是小鈴的數碼 也就是說 到其日月間 它是小鈴的數碼 價格越低 你知道這個東西也 不會很訝異嘛 你可以 回想一下我們剛剛畫那個圖 我們剛剛畫那個 TimeVariant那個圖 我是不是說過 那個T越大 那黃色部分 就越來越接近紅色部分 到時間大T的時候 就是那個 你的獲利就是紅色部分 對不對 所以 T越來越大的時候 那個價格事實上 就越來越接近 那個紅色部分 也就是說價格越來越低 好 就是說 這個CoreOption的價格 事實上隨著時間增加 價格越低 好 那我們事實上 我們可以發覺 當X取近無窮大的時候 Theta的值會逼近到 貨的RK1的負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D1,D2 而這時候D1,D2 而會跑到無窮大 這個圖我想就不要畫了 你知道這個性質就好了 現在是所謂的VEGA VEGA是H對Sigma的偏導數 就是我們想看看當貼體越大的時候 你整個股票的波動度越大的話 那這個債券的價格應該要 選擇權的價格應該越高還越低 那這個 可以發覺這個值是大零 也就是說 當貼體越大的話 價格就越高 最後一個RAW RAW談的是利率 對選擇權的價格變化量 對影響 好 這個值呢 可以發覺這個值是大零 也就是說 市場上的利息越高 這個選擇權的價格就會越高 G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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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好 怎麼 Ward 感谢观看